高雄市长韩国瑜14号应邀出席南方崛起 创赴高雄产业论坛 他表示以埃及金字塔为例 在360行各行各业中 政治人物往往在金字塔的顶端 他上任后金字塔必须倒过来 变成高雄市政府在最下层 服务其他359行 又是否努力协助企业 创造商机及就业机会 才能吸引更多人到高雄来投资 高雄市长韩国瑜14号出席南方崛起 创赴高雄产业论坛 自律时表示政治人物往往居金字塔顶端 他上任后高雄市政府的金字塔必须倒过来 变成市府在最下层服务其他359行 创造更多商机及就业机会 大家看过埃及金字塔 360行最顶端政治人物坐在那里 管了359行 所以很容易作威作福 但是我当高雄市长 高雄市政府的金字塔要倒过来 市政府在最下层服务359行 我们不会作威作福 我们会帮359个行业尽量作牛作马 除了服务各行各业 韩市长也强调他的团队官员 不可以有谋面大道的心态 否则政府推行政策效率变不张 因此所有改变要从高雄做起 由他带领团队 让市府成为服务角色 促使各行各业往前冲 我们一定要重新开始做 就从高雄 一定要让各行各业往前冲 希望政府团队就是服务的角色 只有这样 政府的生命力 社会的生命力 才会彻底的释放出来 整个社会才会一团和乐 欣欣向荣 南方崛起 川普高雄产业论坛 正对房产建设 观光旅游及产业升级 三大面向进行关键议题及发展策略讨论 并由副区长叶匡时专题演讲 南方崛起高雄未来发展计划 论坛中针对台商回流 带动高雄房产经济与行销在地特色 及不同产业投资面向做探讨 港东新闻张世民罗兽军 采访报道